i know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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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晚上好 啊为什么是晚上 ok 这个直播习惯了啊 那也再次这个 感谢你们来听我这个小说 然后这这一张我这个故事我说了快结束了啊 然后我把后面这几张给录了这一张啊 起码有一个完结的好不好 嗯 也希望你们多多支持听了之后呢一定要给我多多留言 然后有什么意见可以在留言里边给我提一提好不好 咱们可以有一个这个有奖有奖挑错啊 如果就是呃 你发现我哪个哪个地方念错了啊普通话不标准 你挑出来一出我给你发一百块红包 就是可以的 开玩笑啊 然后也希望大家多支持 听完之后 然后给我留言啊 给我留言哦 嗯 那就继续了啊 有谁想过有 有谁想过有 不过是一世 最弱而让人 匆匆 第三十三章 水潭 我和排长点了一只火把 各持了一只步枪 下到棺材铺下面 我举起火把抬头看了看 这地下距离观赛铺 约莫有二十多米 那裂缝是自然产生 看不出人工的痕迹 下面是非常宽大的一个通道 高七八米 宽十余米 遍地用长方大石铺成 壁上都渗出水珠 身处之间 觉得阴寒透骨 古兰这一带水土厚重 轻易见不到地下水 这里才到地下二十几米 渗水就比较严重 是同石碑殿村的 特殊地理环境有关系 盆地本就低洼 又十逢雨季 所以才会这样 如果这里真是古墓 那地宫里面的器物 怕也被水损坏得差不多了 大地的断层非常明显 除了我们下来的裂缝之外 地道中 还有很多短痕 似乎这里 处于一条地震带上 好在 这条地道 虽然构造简单 却非常坚固 没有他方的迹象 冥冥排长指着不远处告诉我 他第一次下来的时候 就在那里 看见有个石头台子 上面摆着个长方的石头峡峡 有二十来斤的分量 拿出去一看 里面是六寸阴红似雪的古玉奇兽 那套石霞玉兽我没见过 现在正由村委会的人保管着 我问冥冥排长 再往里是什么样子 冥冥排长摇头道 石台是在一个石头盖的房子里 再往前就没有路了 但是石屋地面上还有个破洞 下面很深 用手电往里照一照啊 什么也看不见 我觉得 里面冒出来的风吹的身上 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没敢再看 我就抱着石匣子跑回来了 对了 下面有水声 这时后面的人 也都陆续下到了地穴中 我看人到齐了 清点了一遍人树 叮嘱他们 不要随便开枪 一定要等我命令 先看清楚了 别误伤了孙教授 和另一位考古人员 我和石里扬 外加民兵排长 带着四个民兵 共有七人 带着四个补枪 点了三只火把 这人多又有枪 加上以200块钱劳务费为目标 众人胆气便撞了 跟着我 向地道深处走去 这条扩大的 但是并不算长的地道很干净 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 甚至 连老鼠都没有一致 我们边走便把手拢在口边 呼喊着孙教授 然而空气的地道中 除了阵阵回声和渗出的水滴声 再没有半点其他的动静 走到头 果然是像民兵排长说的那样 有间石屋 与寻常的一间民房大小相差无几 是用一块块的圆形石头 累气而成 门洞是个半圆形 毫无遮拦 虽然一看便是人为建造的 却有一种浑然天成的感觉 历史上很少看到这样的建筑物 难不成 真让那瞎子说着了 这是个什么神仙炼丹的地方 我们舍里扬能否看出来 这间石屋是做什么用的 舍里扬也从未见过这样的屋子 于是 我们从门洞中穿过 进到屋中 这里除了有张石床之外 也是一无所有 石床平整光滑四镜 不像古墓中的石床 看了半天 我们也瞧不出什么名堂 石屋地面上 有个方方正正的缺口 是个四十五度倾斜地道的入口 下面很深 我又手电往里照了照 看不到尽头 只见有一条人工的缓坡可以走下去 孙教授很可能就从这下去了 我对里面喊了几声 没有人回应 我只好当先 带着众人下去 留下两个民兵守着入口 以防万一 沿着乱石填土 变成的坡道 向下走了很久 听见水流声动 我担心孙教授 掉进水中淹死了 急忙赶紧走了几步 大伙到下面一看 这里 是个人工开凿的洞穴 中间 有个不大的水潭 手电照射下 潭水是深黑色的 深不见底 不知是不是活水 上面有几个大铁环 吊着数条沉入深潭中的大铁链 奇怪的是 这链子黑沉沉的 不像是铁的 但是一时看不出是什么材质打造 因为上面没有秀迹 巨链笔直沉入潭中的一端 好像坠着什么重物 我们玉带进前细看 那几条粗大的链子 突然猛烈的抖动了一下 把平静的潭水激起了串串涟漪 进入到洞穴深处的 除了我和舍梁之外 还有民兵排长 带着两个民兵 我们忽然见垂直坠入水潭的链条 一阵抖动 都不禁向后退了数步 这洞中无风 潭中无波 如此粗重的链子 怎会凭空抖的物 难道被巨链掉在水潭下的东西 是个活物 是什么生物 需要用如此粗的链条锁住呢 我忘了十里扬一眼 他也是一脸茫然 对我摇了摇头 我自问平生其余无数 也算见过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但是面对这一地道下的水潭 还有这粗大的链链 实在是找不到什么头绪 但是事关孙教授的下落 只有冒险把铁链拉上来 看看下面究竟有些什么 这时候 民兵们 开始紧张起来了 自古以来 三秦之地民风飙悍 对于这些当地农民出身的民兵 如果让他们面对核枪实弹的敌人 也未必会退缩 但是这里 几千年来的迷信思想 根深蒂固 再加上没下地穴之前 村民们纷纷议论 说什么的都有 当我们身临其境 这些民兵 见了这条怪异的情况 自然不免疑神疑鬼 民兵排长对我说道 前 前首长 不不 胡 胡 胡首长 这水瓦瓦里 怕不是锁着剩怪物来 这可是惊动不得 否则咱村 就要着阳了 另外两个民兵也说 是啊 是啊 怕是 怕是锁着镇黄河中的妖怪 莫要轻去妄动 免得招灾惹祸 我耳朵里 听着民兵们对我说话 眼睛始终没闲着 必须找些理由 把民兵们说服 否则他们都被吓跑了 只剩下我和施里扬 又记得了什么事 我四下打量周遭的情况 石碑垫村 是一个小型盆地 离黄河不远 我看风水形势 从未走过眼 这里 绝对不会是什么贵族的墓葬 虽然环境很好 甚至可以说 是出神仙洞府 但是地下水太多 不可能有人少到把墓修在这儿 那条宽扣的地道 以及地道尽头的石屋 也不像是牧师 我只是对古墓很熟 别的古代建筑都不太懂 但是石屋中的石床 也有几分古怪 古墓中的石床有两种 一种是摆放墓主观国的 叫做墓床 另一种是陈列名气的 叫做神台 石屋中的那句 更像是个摆放东西的神台 这有个小小坛口的洞穴 在这里 就算是到头了 已经没有任何岔道 孙教授和另一名考古队员 肯定是进了这个洞穴 这里却全无他们的踪影 莫非他们遭遇到什么不测 掉入水潭中了 整个洞有明显的人工开凿痕迹 规模也不是很大 数条粗大铁链穿过洞顶 连接着角落处的一个窑路 看来是可以升降的 我伸手摸了摸铁链 确实是铁的 不过外层涂上了防袖的涂料 显得黑沉沉 毫无光子 我再看深入坛中的铁链 还在微微抖动 应该不是被坛下的暗影所冲 肯定是有活的东西 难道被铁链拴着的是什么巨喜 搂笼之类 这种事万不能对那些民兵们讲 我忽然想起算命瞎子的话来 那老儿信口开河 不过对这些村民却有奇效 我不妨也照猫画虎 以迷信思想对付迷信思想 反正当务之急 是把坛中的东西拽上来 尽快找到孙教授 于是我一脸坚毅的表情 对民兵们说道 同志们 现在祖国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头可断 血可流 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能丢 咱们一起动手 把铁链从坛中拽出来 冥兵排长不等我把话说完 就抢着对我说 胡首长 我的胡大首长啊 拽不得 万万拽不得 这铁链 拴着黄河里的老怪 这等泥天大事 可不是随便做的 说实话 我心里也没地 不过表面上 却要装着镇定自若 拿出点手掌的感觉来 我对冥兵排长说道 排长同志 你不记得那位有名的算命先生是怎么说的吗 你们村 那位瞎子先生 是古时江太公 刘伯温 诸葛亮转世 前之八百年 后之五百载 他说这里是个仙人洞 我看 多半没错 因为我在研究古代资料的时候 看到过这种描述 这坛中坠的 一定是太上老君炼丹的香炉 里面 有吃了长生不老 百病不生的灵丹妙药 咱们 肯定是先发现了这仙丹的 按国际惯例 就应该 应该 应该 国际上 对于个人首先发现的东西 好像会让发现者 享有什么权利 但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赶紧问石里扬 国际惯例 国际惯例是什么来着 沙里扬提我说道 按国际惯例 首先发现的人 享有命名权 我一听 光明明朗那行 于是接着对民兵们讲 同志们 命名权你们懂吗 我一指其中一个民兵 比如 兄弟 你叫李大壮 只要你愿意 咱们发现这个仙丹 就可以叫大壮丹 一旦咱们国家的科研工作者 把这种仙丹批量生产 造福人民 咱们 就算是对党和人民 立下了大功了 另外 最重要的是 先到先得 咱们五个人 是先发现的 每个人 都可以先尝几粒吗 这事儿 我做主拍板了 三个民兵 让我砍得都晕了 三人你看看我 我瞅瞅你 一者 在上面的时候 瞎子说的话 他们都十分相信 二者 又爱慕这种建功立业的虚荣 三者 那长生不老的仙丹 谁不想吃上一把 但是还有一个顾虑没有消除 既然铁链 下坠的是太上老军的炼丹炉 那为何铁链 会不时的抖动 我暗道不妙 夜长梦多 再游着这帮民兵瞎猜 我这谎 就撒不圆了 这个铁链为什么会动呢 对啊 它会动 那是因为 因为这炉中的仙丹啊 仙气流动啊 这种吃了长生不老 万病皆熟的仙丹 你们以为跟它中药丸子似的 又黑又臭吗 这每一粒仙丹 都有灵性 它毕竟不是世间凡物 民兵们听了我的话 就连连点头 觉得是这么个道理 看来这链子拴的东西啊 不是什么黄河中的金怪 肯定是太上老军的丹炉 纷纷卷起袖子 准备动手 民兵排长突然想到些什么 走到我身边 对着我的耳朵 说了几句悄悄话 我听后笑着对她说 排长同志啊 你尽管放心 仙丹神药 没有什么治不好的病 就你这点事 根本不算什么 这仙丹 是专制羊而不举 举而不肩 兼而不久 另外两个民兵 在旁听了都哈哈大笑 弄得民兵排长 有点脸红 对那两人大声呵斥 旅日子笑声 快干活 十二里阳 十二里阳 觉得有些不太稳妥 第一声对我说道 老虎 我看 被铁链拴在坛中的 像是些有生命的东西 就这么冒冬 就这么冒冒实实的拽出来 是不是 我趁着民兵们过去准备 转动摇滚 便对奢利阳 说道 难道还信不过我吗 你尽管放心 我和你一样 也只有一条性命 岂能拿咱们的安全开玩笑 我看过这么多形式里气 所以 从未走过眼 纵观这里风水形势 我该以巷上人头担保 绝不会有什么古墓 所以 不用担心有粽子 而且这里的自然环境 得天独厚 又不是什么深山老林 料来 也不会有什么凶恶异兽 就算是有 也是有铁链拴着 咱们又有步枪黄身 怕他什么 万一孙教授是在下面 咱们迟迟不动手 岂不是误了他的性命 当然现在动手 怕也晚了三秋了 就听天由命吧 是李扬说道 我不是对你不放心 是你从来就没有办过 让我放心的事 你对那些乡民们 怎么讲不好 偏说什么长生不死的 鲜丹妙药 我看你啊 比他算命的瞎子 还不靠谱 等会儿 望一把铁链提上来 没有什么鲜丹 我看你怎么跟他们交代 我对施里扬说道 我可没瞎子那两下子 那老儿能掐会算 满嘴跑火车 现在我是没办法了 要不这么说 那些民兵不肯出死力 我看啊 那脚盘 非得有三人以上 才能转得动 只有咱们两个 可玩不转了 等会儿 万一没有仙丹 你可得帮我打个圆场 别让我一个人做难 民兵排长准备完毕 在一边招呼我 我和施里扬便不再讨论 把火把插在坛边 各端步枪 拉开枪栓 对民兵排长一挥手 动手 民兵排长 带着另外两个民兵 转动摇固 像是在井中打水一样 在脚盘上 卷起一圈圈的铁链 没想到 这脚盘 与摇路铁链之间的力学原理 设计的极是巧妙 根本不用三个人 便指一人 使八成力气 就可以把铁链 缓缓卷进脚盘 随着沉入水潭中的铁链升起 我与蛇里扬等人的手心里 也都捏了把汗 潭下的东西是活物 还是什么别的 马上就要见分枪了 一颗心也不由的 跟着粗大的铁链 慢慢上升 提了起来 铁链卷取十余米 只见潭中水花一分 有个黑沉沉的东西 从潭水中露了出来 民兵排长大叫道 我的祖宗 真是被胡首长说着了 恐怕 真是个内太上 牢群炼丹的Lulu OK 那么今天的这个故事到这儿了 今天这个还蛮顺利的 今天这个小说说到这儿了 也希望你们多多支持 我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 应该是快完事了 应该还有大概 这是第三十 第三十三章了 第三十三章 我看下一张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啊 还有三张 三四三五三六 还有三张 这个第二张 第二卷就完事了 这个龙领迷哭 好吧 也感谢你们的支持在这里呢 也祝各位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美好的一天 听完之后给我留言哦 拜了个拜